嗨 来自全球的伙伴大家下午好 有看见我的荧幕吗 有 OK 好 那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决战未来十年的趋势商机 我看今天线上有一些新的朋友吗 我来看看 这个iPad不知道是谁 有康林 好 欢迎大家的一个到来 那因为公司呢 从过去我们的所谓的WGM1.0 2.0 现在已经到了我们的手环 都已经进入到第四代了 很快的第五代就要上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谈谈 为什么AI大震撼 不跟上就淘汰 好 决战未来十年的趋势商机 有抢抢棍的 来 我们来看看 我想人的一生都离不开 你想要有钱有闲有时间 我想这都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很多时候非常的一个无奈 那这个无奈呢 就是你可能赚了很多的钱 但是你可能没有时间 陪伴你的家人与小孩 就像过去的我在传务公司工作 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每天呢都是朝九晚九 不管是任何的节日啊 或者是天气的一些变化 都会让我的工作更加的一个忙碌 在忙碌之余呢 也就失去了健康 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啦 所以我们真正想要拥有自己的梦想生活 我想有钱有闲有健康 这应该是缺一不可的 缺一不可 那你才能够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一个主人 那你真的想要拥有一个所谓的非凡的自由 你一定要拥有一份所谓的稳定的一个持续收入 那在20年前有幸就是接触到父爸爸穷爸爸这一本书 那他里面提到ESDI 因为我过去就是上班族嘛 受负于人 所以我就是在一向线 我是为钱工作的人 所以那时候呢 我就想说那我有怎么样呢 可以让自己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所以呢 我只要有钱呢 我就去做一些投资 没有想到买了房子 亏了一百多万 因为后来发现怎么当房东不太好玩 后来呢 就当时流行灵谷塔 就去买了灵谷塔 就住那个 结果那个症状没有下来 结果那个灵谷塔的那个就变壁值了 那个权状就变壁值了 后来呢 就去买股票 就住了总统套房 所以就发现说 哎呀 真的是 做生意也好啦 不管你做什么投资 其实事实上都有它的一个风险性 就在那个当下呢 我的陶宜老师把主持营销这个生意推荐给我 所以也刚好这本书的一个到来 它里面就提到 人都离不开这四个位置 叫ESDI 那我们过去叫一向线 中小企业的老板叫S向线 那那个企业家呢 叫B向线 就像我们现在的郭台铭 他拥有百万的员工 每一个员工为他每天工作八个钟头 哇 人家的一天就等于我们的好多辈子 对不对 怎么赶也赶不上 再来就是I向线 就是你要用钱来滚钱 他说你在ESDI这四个位置当中 不是你去换工作 而是你要改变你在这 这四个向线里面你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把左边 就像我过去是一向线 我要把它跳到所谓的B向线 我才有机会改变我这辈子的命运 所以我这辈子都把所有的时间都在建构 所谓的消费系统 因为我知道当我拥有一份稳定 把这个系统建构完成的时候 我将会有一份稳定的持续收入 所以过去的20年我都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辈子我想也离不开了 因为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只有拥有一个所谓的被动收入 才可以让我真的过我非凡的人生 那其实组织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建构我们的被动收入 那为什么刚刚Luc也提到 其实我过去已经有建构了我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组织 而今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生意 当然第一个我要感谢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 就是Jeff跟安 因为他们当时把这个讯号带给我 所以我很快的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过去我们做的叫趋势行业 早在20年前我做的叫环保事业 可是那时候我跟人家讲环保 人家告诉我环保干我家什么事 对不对 你们环保别人不环保也没有用啊 我家环保你家不环保也没有用啊 他说的是没错的 但是现在的所有的全球都在谈 大家都在做环保 你再不环保你可能会被人家贴的满头包 但是我想这是20年前的事情 如今环保产业是人人大家家家户户都在做 但是我们现在要踏入的叫另外一个领域 这个领域叫AI AI震撼弹 不跟上就淘汰 因为趋势这种东西就是无人能挡 就是不管你接不接受 他就是会来 也就是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即将大流行 这个叫做趋势 那趋势这个东西呢 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那如果你能够踩在这个趋势之上 跟你做的是遭阳的产业 跟你做的是细阳的工业 我想结果是大不同的 这个概念就像股票在涨的时候 你随便买 蒙着眼睛 闭着眼睛去买 你买什么赚什么 可是呢 这个股市不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已经很容易是踩到地雷的 那我们今天怎么样避开我们的地雷去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所要的这个选择 是不是在趋势之上 第一个叫做AI人工智慧 那AI这个产业 我一下下 我发现我等要先把这个 这个电脑的这个插口插一下 好 这个AI产业呢 你也知道嘛 现在大家各行各业都跟AI做连结 因为AI它很厉害 当然机器人只是AI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为什么要透过AI 因为AI有逻辑推理运算整合的能力 重点它有一个关键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你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做任何的事情 无非就是要解决嘛 有解决的能力才有办法能够在后续 所以AI它是非常厉害的 那我们涉足到的这个叫健康大数据 我们都知道大数据这个东西呢 我们听了很久 但是呢 请问各位 你是否曾经透过大数据 让你赚到这个所谓的大数据的财富呢 我想应该是比较有限的吧 像比如说Google FB 早在多年前 其实我们就莫名的 怎么这两个年轻人呢 怎么在快速短期内 串生为全球的富豪的呢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如今今天的FIFO 揭开了一个神秘的一个大面纱 那我们搜集到的叫做健康大数据 那健康大数据呢 它是非常值钱的 我们可以卖给很多的 想要大数据的这些商家 不管是医疗体系 不管是药厂 不管是安养中心等等的 举凡他想要大数据 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FIFO的 这个平台来做一个提供 那我们可以把它缩小于放大 这个范围 也许是台湾省 也许是那个台湾的台北市 你就会知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什么季节生 什么病生产 什么药 那这样子就可以做到库存的控管 甚至于你可以省掉 很多的一个成本 所以其实已经有非常多的商家 增香的厂商 增香的想要来跟我们 采买我们的这个健康数据 那我们知道智能穿戴 现在整个5G时代的一个来临 如果有机会 真的手环取代掉手机 那你想想看 过去的 现在的人手一机 未来有可能是人手一环 或人手一个表 一只手表 就可以达成你现在所想要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的潜藏的商机是无限的 那透过这个DNA检测呢 更了解我们自己 同时更能够让我们避开 我们自己本身先天基因上的一个缺陷 的一个不完美 然后能够让我们避开一些疾病的一些伤害 所以这个也是人人需要的 然后再来我们遇到走近的 当你有数据的时候 就会进入到一个精准 那精准呢 就是 就像医院的医生 当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医生是不是透过仪器啊 比如说去了解你的身体的一个状态 可能也许他用核磁共振 也许就电脑断层等等的 其实都是透过仪器 然后给予精准的一个诊断以后才下处方 当你有数据才有办法精准 那因为我们的智能穿戴 他提供了我们健康数据 这个叫后天的 透过我们的DNA检测 这个叫先天的 当然包括还有一个部分叫生活问卷 所以提供我们一个叫客制化的营养包 那这个客制化的营养包呢 我说到我们现在过去我的产业 就是人家说嘛 台湾话是这么讲的 就是有吃总比没吃好 但是他少了一句 叫吃对吃错不知道 反正就是人家说好了我们就吃嘛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数据 能够让我们做到一个叫做 刚刚好就好 维生素叫做刚刚好就好 过语不及都不好 那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更好呢 所以过去我虽然拥有庞大的组织 如果我今天的消费者 知道有一个现在叫做精准客制化的 那你觉得他会选择为他量身打造的 还是会选择大家都吃一样的呢 会选择量身打造的 请在我们的聊天室打一 我来看一下 有几个人会打一的 好那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哇现在打这么多啦 那代表我的过去的组织会怎样 叫做产兮兮 就会瞬间阵亡了 就是会被整个给吞噬掉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改变 因为你不改变你终将被趋势给淘汰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 现在我们踩在这个趋势的上期里面 我们一定要真的调整的脚步要快 那这整个所有刚刚所讲的这几个项目当中呢 它所涵盖的整个全球的市值 我相信绝对不是8.7兆啦 这个只是这个短短部分 这几个项目 我们还有FIFO Pay 现在有全新的 还有一个FIFO Token 哇这个不是 这个可能不是几十兆 能够这样子 这么轻易可以推估出来的 好那我们这里也提到一个叫AI神医来了 所以你不用怀疑 未来隔空抓药不是梦 为什么这么讲 其实就像你今天你到医院去 你跟他讲我肚子痛 或者是有些小诊所 他也就是根据他过去的经验嘛 然后来给你下处方嘛 所以医生就会跟你讲说 我给你三天的药 你拿回去吃吃看 如果你没有比较好 那三天后再来 有没有 所以他也是帮你当白老鼠不是吗 除非你今天到大医院 去做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诊查 所以很少人 除非是大症状 才会去大医院嘛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到了大症状 进到大医院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大事情发生了嘛 因为通常都是 你已经第几期了 你已经来不及了 哇你听到那个时候 你会怎样 真的叫做晕倒了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 AI有一个穿戴科技 能够实时监测我们的健康 那你觉得好不好呢 那我想真的要归功一位 这一位叫做愿景背后的天才 就是我们的Fabio了 那Fabio他非常非常的一个聪明 其实我当时 他取到这家公司的时候 我听到一个叫人体仪表板 他说车子有仪表板 为什么人没有仪表板呢 车子有仪表板 因为我自己开车嘛 我也开了一二十年 我就想说对呀 车子有仪表板 可是你会发现 当我开车仪表板亮红灯 我会怎样 挖一点叫做皮皮刀 对不对 皮皮刀就是很紧张 到底怎么了 哇天哪 有一次我的灯 就是那个亮了 仪表板亮了红灯 那真的是 女生真是没什么概念 我就好紧张好紧张 把这个车子呢 开到了这个我的修车厂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 竟然是我的那个门没有关好 我后车厢的门没有关好 结果那个警示灯一直亮着 所以你发现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状况在哪里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那他说人有仪表板 你觉得好不好 我听到以后我就觉得 这个人实在太神了 真的太神了 所以什么叫愿景背后的天才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我们常常讲 思维影响行为 行为创造结果 你看发表 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呢 他有做出了一个做法 这个做法就是去研发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对人类有更多的一个帮助 那这位老板呢 在1994年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意大利第二大 就是在意大利第二大 欧洲第五大的ISP公司 就是网级网络公司 在2002年的时候呢 我们已经生产了首发的 首款的触控 已经萤幕的一个电脑 苹果是在2007年 也就是我们找了五年的时间 甚至于他已经被评选为 全球前五大的执行长 所以这个老板真的是很厉害 那短短公司 短短的几年光景 也是全球3A家的一个产业 那这个3A家的概念 大家都可以到网络上去查一查 也就是凤毛求铃 非常少数的意思 大家可以去找找 有几家公司 没有几家 全球不到20几家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甚至于这家公司 在短短的 因为我们在2016年 已经是全球百大的公司了 然后五年的营收 破6亿美金 那在VIVO公司是在2018年的5月19号 在台湾成立一份公司 因为这一天是老板总裁的生日 还真巧 我的生日也刚好是这一天 然后在2019年 VIVO品牌强势登场 2020年即将引爆 现在已经进入到2019的倒数计时了 所以很快很快 2020年即将引爆全球 那我们的公司呢 现在采互联网的方式 已经快速行销195个国家了 那如果你今天要做生意 请问你要做区域市场 还是全球市场 我相信一定是全球市场的 那我们这家公司呢 它在2020年 我们公司本来是在这个 总部是设在迈阿密 现在已经搬到矽谷了 那现在占地有2万平方英尺 这么的大 这是公司在美国的一个旗舰店 这是已经矽谷 因为矽谷是整个科技的重镇 那公司也希望能够在这个区域 那设了这个研发 我们的研发中心 也在这个地方 好那公司整体的 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使命就是 希望透过这个科技产品 能够让全人类都能够更健康 更长寿 然后生活的更有品质 当然也希望透过整个 Vivo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 全方位的自由 针对这个产品的这个部分 我想人都离不开 生老病死 对不对 好像是这样子的 但是老板说 我希望不要病 就是人可以真的不要生病 就中老 这样对我们来讲 生活是不是更有品质 所以我们把这个生病 拿掉好不好呢 其实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概念 你看人 很多人是因为 生病拖垮了一个家庭 所以病跟贫 是划上等号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顾好 不要成为家人的负担 不要成为国家社会的负担 让你的这一生 都能够活得有品质 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公司呢 过去叫做 我们的手表 手环的这样的产业 叫科技产品的 叫科技产业 现在有一个全新的登场 叫做健康产业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新增呢 待会后面会跟大家说明 就是因为我们 现在全人类的生活 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 全人类都有一个 糖化的一个现象 就在健康上面 都亮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红灯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在整个 我们的这个科技产业当中 我们过去是怎么做的 我们就是透过 我们的穿戴科技 收集我的健康大数据 第二个呢 我们都透过 我们的DNA的采样 就是了解到你先天的 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基因 再来呢 我们透过一个叫做 我们的生活问卷评估 那我觉得这个生活问卷评估 昨天前几天我一个伙伴说 哦这个好像在身家调查 我说事实上是的 其实我们是更希望能够 对你的整个生活的形态 更加的一个了解 因为你的提供 能够让公司给你 更精准的一个产品 比如说他会问你说 你是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在生活习惯上面 有一题叫做 你的运动习惯 我就是那个久坐不动的 然后再来呢 因为我可能工作下去 我就在电脑前面做很久 像刚刚做PPT 就做了两个多小时 所以要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生活习惯 像我是吃素的 那是不是有些饮食 有一些食物 我是不能够吃的 那这个长期下来 可能对你的健康上面 就会产生了一些偏差 透过你所提供的一个数据 我们在大电脑里面 跑一跑 每个月的1号跟16号 会提供给你个人的健康报告 而后为你专属打造的一个营养包 因为我们希望 能够透过你所提供的 这个精准的一个数据 能够让你的健康 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那这就是我过人 我刚刚所讲的一个 仪标板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这里比较不明亮的是 我们是一个 OpenAPI的一个概念 什么叫做OpenAPI呢 就是我们是跟全球的设计师合作的 我们是开放全球设计师 他们会写APP 他跟我们合作 所以你看就像苹果 苹果为什么很厉害 不是苹果的手机很厉害 而是苹果的APP很厉害 苹果有300万的APP 在支援着苹果 所以让苹果成为今天 全球市值最高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是采那个APP的概念 所以当你APP在升级的时候 你的功能就能够到位了 所以常有人会问说 你们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变 其实不是的 我们希望能够去让我们的功能 逐步的不断的不断的去提升 让每个消费者透过这样的一个装置 能够让你得到更健康 这就是我们的方向跟别人是不同的 所以在这边有心跳心力血压 心房战动 心电图卖伯播 包括我们的续电力 包括我们的Vivo支付等等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有来电讯息 睡眠分析 数据分红 还有情绪等等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功能 事实上真的是 目前真的可以称的上 叫做地表最强的 地表最强的一个手环 那很快的远端关注 紧急求救等等的功能 也会一一的到位咯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 其实在欧盟已经是二级的医疗设备 但是因为台湾碍于法令的关系 我们不太去强调这个部分 因为只要涉及到医疗 那是要有证照的人 才能够去做推广跟贩售的 但是我们希望所有的消费者 透过消费联盟这样的一个概念 能够把这样这么棒的一个产品 把它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我们不去谈任何的 这个医疗的等级 但是我们绝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全新的这个表要上市了 我们的watch light watch light 超博设计 哇 很漂亮 很精美哦 那价格也真的是非常的便宜 就是依照你个人的需求 不同的配套会有不同的价格 这个到你个人的商城 你就可以看见了 那我们这个功能呢 它现在又添加一个血氧的测量 其实血氧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的数值测量出来是95到100% 那是正常的 如果你的血氧呢 低于90% 那你就叫低血氧症了 如果你持续的低血氧 可能低于80%的时候 会损害到你的器官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导致呼吸 甚至于心脏的骤停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过去我们可能对这方面 没有太多的一个研究 以至于我们去忽略了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穿戴的科技 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 甚至于我们的家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还有一个叫跌倒的预警 其实这个产品可以适用在 比如说行动不方便的人 甚至于老年人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全球都在老化的一个现象 像前几个礼拜前 我婆婆因为她的一只手跟一只脚 就是比较没有力量 所以老人家跌倒了 从早上的九点钟到下午的这个四点钟 这段期间 因为家人不在 那看护士大概四点以后才到来 所以就在你看就很辛苦的在地板坐了这么久 连爬都爬不起来 因为手没有力量 脚没有力量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不是对我们的家里的老年人 可以让他们能够活得更有尊严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叫心防战动 也就是潜藏的心脏问题的一个提示 就像当你出现的这个一只脚 我都是要叫一只脚 就是正常的 如果他出现一个叫三只脚 四只脚 这些都是怪怪的 你就要赶快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那这个就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 你看高以祥 你看这么年轻才35岁 那他可能过去可能也不知道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看年纪轻轻 年轻有为就这样走掉了 是不是留下了伤心的家人 让他们难过呢 所以我们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保护好自己 照顾好自己 不要成为家人的这个遗憾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一个很棒的一个功能 好那我们未来进入到一个叫做 远端的关注 那我们也透过过去 我们在三代手环的时候 也因为远端关注 让我很多的伙伴去发现 发现就是 他在台北的这个伙伴健康 出了问题应该赶快去做检查 那也因为朋友彼此之间的一个关心 所以找出 哇原来他有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症 他有所谓的间歇性的群力的问题 那如果没有被发现 是不是莫名的可能碎碎就走了 那不是很遗憾吗 所以真的这个手环可以拉近我们人与人之间 人与家人的距离 人与朋友之间的一个距离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桥梁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甚至于有一个数据异常的一个通知 过去我也是很忽略这个部分 我记得我刚加入的时候 每天都跟我讲心力欲藏 我说有鬼了 莫名其妙一天到晚来吵我 没多久有一天在这个视频上 突然间眼睛灰蒙了 心里在想 哎呀这一个人的PPT也做得太差了吧 你看自己多么的无知 因为不懂 还觉得是人家的档案做得不好呢 哎呀没事 眼睛揉揉突然间天亮了 真的很傻眼 突然间发现完了完了 真的是状况来了 赶快去急诊 所以这个数据异常通知 你也千万不要去忽略它 它可能在告诉你 某一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大家真的 如果真的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通知 赶快去找个医生检查检查吧 好 那我们呢 还有很棒的就是它可以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BIA 会测量出你身上 重要的一个参数哦 计算出你关键的指标 比如说你心血管的一个风险 哇这个如果能够预防 预知你中风的几率 哇这个手环是不是真的很棒 你赶快 真的就是要去面对它 面对它 那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 叫做Regera 就是我们的智能秤 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我们家的体重肌哦 哇那真的是差很大 差很大 我们的这个智能秤Regera呢 它是可以侦测到你的内脏脂肪哦 比如说有很多人可能他吃的过多的一个碳水化合物 甚至于有可能脂肪肝啊 内脏脂肪心宝油啊 等等的都可以透过我们这个智能秤 能够了解更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同时女人啊 女生最爱的就是细胞的含水量了 当你这个细胞含水量不够 就代表着 代表着你有可能 就是老的比别人快一些些 我想这些都是其次啦 但是重点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不要小看这个水分的比例 很多人皮肤病的发生 就是油水的不平衡 所以你要了解怎么样能够让 去了解这个数据 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我想才对你是最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问题啊 现在最棒的就是Google会帮助你 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再提提一个叫DNA检测咯 那为什么要DNA检测 其实就是要了解 了解更了解自己 了解独一无二的你 除了了解自己之外 还要照顾家人 像我呢 就把我的DNA测完以后 我发现我四个灯 我看到安五个灯 我就觉得 我好像好一点点 看到JV六个灯 我就说 我彌陀佛 我给他们好 天哪 我把我老公拿出来测一下 我老公八个灯 我就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这个时候呢 我又把我儿子抓来测了一下 我儿子五个灯 然后呢 他全部承袭到我所有不好的 再加上一个爸爸不好的 那个叫全雷达 全部中标 所以真的是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 就是你看哦 当我了解到DNA 了解到孩子DNA的时候 做菜的大部分都是妈妈吧 或者是爸爸 如果你今天清楚地了解 哇 孩子什么东西是不能吃的 这个时候 你就会去尽量减少 这样食物的一个摄取 那对孩子 是不是就起了保护作用呢 你看 这个我们现在知名的明星 余天的女儿也得了癌症 你看同样一家人 为什么孩子得癌症 其他人健康 可能就是在某一个地方里忽略了 所以DNA检测是不是很重要呢 每一个人一辈子就做一次就好了 那当然很多人会问到 那你们这个DNA 这个到底准不准啊 这个水平够不够啊 一定常有人问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的这个总部 我们这个也是在迈阿密 但是它的实验室是设在香港中环 我们本身得到两个非常棒的一个认证 叫联邦法案审查会 另外一个叫美国病理学会 那它的行业的标准是采塞莫菲什尔科技的 就是说在这个行业当中 它是非常高水平的 那在中国东南亚印度 我们也推出非常非常多 有关于DNA的一个产品都非常的成功 这些都是有机可循的哦 好那我们为什么 当这个报告出来以后 我们要为什么又要选择我们的Wear Pay呢 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过去其实刚刚就讲的 很多人其实都有保健的概念 但是吃对吃错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透过专家的研究 有高达75%的人是吃错的 那我们现在最好的就是因为有数据 有数据你才可以做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重点是不要乱花钱 也不要花错钱 很多人是花钱买伤害 那真的就会很可惜 所以呢 我们呢提供了用科学的方法 我们真的是皇家的规格 平民的价格 为什么叫皇家的规格 它是一个这个营养包 就是我们有白天包跟晚上包的 那这个每一个piece 它就是从头给你顾到脚了 因为透过你的数据所提供的 然后给予你一个专属客制化的一个营养包 当你拿到两包你不要太开心 代表的就是你的睡眠品质不太好 你绝对不是那个亏到了 是因为你的睡眠品质不太好 当然你拿一包跟拿两包的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健康还是比较重要 晚上包就留给别人吃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我们得到非常多的一个认证 FDA认证 GMP认证 HACCP等等 重点是它是纯素的 它才零产忍的 就是它不做任何动物的实验 然后再来是有机的 我们绝对是百分百纯天然的 它是无敷值的 那原料的严选来自瑞士 美国日本丹麦法国等地 我们采口腔黏膜剂型吸收的产品 不经常味道就不会经胃酸的一个破坏 所以这是非常棒的 像我个人也是肠味道不太好的 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不是对我们更有帮助呢 那我的DNA告诉我说 我的这个基因显示 对于小肠对于维生素B12是异常吸收的 也就是吃很多 但是吸收不了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异感基因的人 真的有这样的产品 对你才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哦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看一下了 全新的部门开始 就是我们的健康产业 就是我们的微糖鲜了 那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产品哦 那这个全新的产品 它差异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要这个产品 最主要就是全人类饮食习惯的改变哦 大部分现在很多人是数食文化的哦 可能是随便摩斯汉堡啊 或者是什么麦当劳啊 就这样吃一吃就解决了一餐了哦 甚至米食面食饭类的 哎这些都是我爱吃的哦 所以哦也就是吃出了问题了 那现在最好的方法哦 就像潘老师给我们的一个建议 透过专家的提醒蛋白质先入口 那我们这新的产品呢 它最主要是一个技型呢 就跟我们现在的WarePay是一样的 不用再泡水了 那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便利哦 价格更合理了 过去呢 现在的这个整个 做一个全新的一个调整 因为大家的领导的一个争取 希望这个产品可以更普及于全人类 所以我们去做了一些的争取 希望对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个优惠 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可以支援维持健康的AEC的水平 就是糖化血色素 那过去因为我家也没有这个血糖的问题 所以纵使我经营这个保健市场 我可能对于这个部分 我也没有特别的去专严 那也因为这个Vivo的关系 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 其实在糖化血色素 正常只是四到六 糖尿病的人是七个person 那为什么会 到底什么是糖化血色素 就是葡萄糖进入红血球以后 那红血球的寿命本身是120天 它跟红血球 跟这个血红素做了结合 产生所谓的糖化血色素 那这个糖化血色素 它会附着 葡萄糖进入 附着在这个血色素上面 它不容易脱落的 所以你的这个 血中的糖化的血色素的浓度 就会再提升 这个概念就像什么呢 就像我们今天 吃一个食物的时候 也许你喝一杯咖啡 你加一瓢糖 两瓢糖 三瓢糖 四瓢糖 五瓢糖 你知道我老公喝咖啡 都加四瓢糖 真的好恐怖哦 知道吗 所以你要了解 就是说当这个 你的糖的浓度在提升的时候 这个相对的就会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血糖值 所以你只要去关注你的这个糖化血色素 它就可以反映你两到三个月的 了解到你血糖的控制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观测血糖值的一个标准值 叫做糖化血色素 那抗糖化其实就是抗老化 就是抗HES 那就是这个糖化蛋白 HES就是糖化蛋白的意思 那糖化体质就是酸性体质 酸性体质就是癌症体质 所以大家要了解 就是发炎体质 就是缺氧体质 所以你要了解糖给人类 当来的伤害是有多少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是体内糖 引起糖的原因 造成糖分过高的因素 当然除了含糖食物之外 包括淀粉 我们以前都想说吃水果减肥 有没有 有吃水果餐的 来水果含有果糖 含有变成甘糖 甘糖进到体内就变成脂肪肝 所以你可能不是说喝酒太多 才会有脂肪肝 吃水果吃到变脂肪肝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时候还让我们真的觉得很shuck 来 再来我们在破坏糖会怎样呢 它会破坏你蛋白质的一个结构 让你的这个氨基酸断裂 造成所谓的细纹老化 暗沉 然后伤口不容易愈合 这个都是糖 糖了的货 好 那么再来看看包括胶原蛋白 氨基酸干 都需要 他们这些都是在合成蛋白质的 那我们看看包括引起所谓的发炎的反应 像妇科的疾病 所以你会发现以前我们就会莫名的 尤其是女性的朋友 莫名的发炎 其实就要去检视一下 你在摄取糖的这些成分的食物的时候 是否过量了 甚至于所谓的肥胖 甚至于糖尿病等等的 所以真的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消除血中的AGS 就可以防止发炎的反应 其实我过去在进营养学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都清楚 就是糖呢 会造成 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 它可能会让你造成失明 或者是节肢等等的都非常多 但这一次在更深入的研究以后 发现 哇 更恐怖的是 这个伤害是无止境的 无止境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它有更了解 甚至于癌症 精神状态 包括老人痴呆症 包括一个关节炎 甚至于心血管疾病等等的 哇 所以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好 那试用的症状到底是什么人 需要这些食物 需要我们的这个微糖先呢 就是说你的血糖不稳定的人 或是你喜欢吃这个糖类的 不管你是高血糖或者是低血糖 你都必须要稳定平衡你的血糖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是喜欢吃 常吃糖食物的人 像什么珍珠奶茶 以前我好爱吃 知道这样子以后 就现在都不吃了 所以是很恐怖的 你是挑食的 像我儿子就是非常挑食的一个人 然后想减肥的 想增加肌肉的 包括心脏血管疾病的人 哎呀 讲完以后我就发现 他惨了 讲五项 中三项 真的是好可怕 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爱美的人 那你更需要了 包括免疫系统 失调的人 有睡眠有障碍的人 有的人可能睡眠品质不好的 可能在这个部分 饮食的部分都要做一些调整 甚至于肝功能 肝胆有功能 功能失调的人 胆切除的人等等 那我们这个产品就是 它可以 只要你在饭前 饭前吃一包 它都可以稳定平衡 你的血糖 达25到35% 那这就非常重要 那我们含有五种的胺基酸 我们是左旋的 那左旋讲的就是吸收力 那我们含有一个个 那个这个东西呢 它就是可以平衡血糖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是非常棒的一项产品 重点它给我们非常的方便 重点也好吃 好吃很重要 好吃才吃得下去 它是不谈糖分的 它是纯天然的 它是这个纯素的 非转基因的 不是基因改造的 所以都是非常 值得我们可以去体验的 那在整个这一次的 公司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调整当中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 健康馆的这个团队的收益 包括了整个VivoPay 还有VivoToken 在1月1号都要全新登场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特别的一个了解 那今天在这个部分 我也做了一些些的调整 让大家知道 你的权益在哪里 第一个 就是说如果我过去 是属于科技产业 什么叫科技产业 我想过去所有的伙伴 应该都是科技产业的人 也就是说你是透过手表 进场的 成为我们Vivo会员的 你想要拥有这两个事业体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添购一个微糖仙 你就是我们的这个 也可以参与这个健康产业的一个收益 那如果你现在是新的伙伴 你是从健康产业进来的 也很棒 你只要再加购一个我们的这个手表 不一定是Watch Lite 你也可以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Fista Plus 也是可以的 那你也是可以参与科技产业的一个分润 那记得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激活你的账户 什么叫激活你的账户呢 激活账户的意思就是 你有购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微糖仙或者是Wear Pay 你就可以成为 你就可以累积别人的消费积分 换取奖金 所以Wear Pay的每个月 就是100块钱美金 那如果是微糖仙 一个月就是120块钱美金 这是折一的 那当然在后面也会讲到 我们最新的就是股票分配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折一的 不是说我今天想要两个事业体 我两个都要买 不用的 你只要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本身会员资格呢 其实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我是会员 会员的意思就是我随意买 我想买就买 我不买也没关系 都可以的 那如果我今天是所谓的伙伴会员 就是未来你的控局收入 也就是你是小股东进场的 你未来的控局收入就是10块钱美金 一个cycle是10块钱 如果你是属于我们的尊荣会员 或者是执行会员 现在后台的套组是1200美金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大股东 大股东就是未来的控局收入是20块美金的 那我们的这个钱呢 奖金怎么分配 不管你今天是属于科技产业 或者是你是健康产业 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推荐奖金是10% 然后再来呢 每一个cycle是300分对300分 那推荐奖金是无上限的 你很会推荐你就一直推荐都没有问题 推荐多少人奖金都是10% 假设是买900分 那进场的那你的奖金就是90块钱 依此类推 那如果你的是组织奖金的部分 刚刚说了就是每300分是一个基数 每一个基数就依照你购买的套主进来 而决定你后续要领组织奖金的资格 比如说你是购买个人套主 那每一个cycle就是10美金 购买家庭套主 每一个cycle未来就是20块美金 就是这样子 那所有呢 当你推荐了A跟B 你介绍了两位伙伴的时候 这个时候左区右区累积的积分 不管是你自己推荐的或是火官推荐的 或是上头安置的 假设你现在就是这个黑人 我的滑鼠在动 后面都是在你的 后面的这些人都跟你有关系 那假设从这边由你衍生出去的 左区跟右区 假设各是3000分 3000分300是基数 除以300的时候 如果你刚刚是你是团队的执行长 就是购买家庭套主的 那你就是200美金 就是产生了10个cycle 10个cycle乘以20块就是200美金 如果10个cycle乘以10块就是100美金 所以所有的资格 是依照你购买套主进场的金额 选你选择套主的 选择什么样的套主 就得什么样的一个奖金 再来第三个就是领导管理奖金 领导管理奖金就是 当你推荐AB成为TB以后 协助AB这两位再推荐两位 A1 A2 B1 B2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享有 所谓的组织奖金 这个时候你叫TD 领导奖金不是组织奖金 这个时候你就叫TD 那TD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领导对等奖金 给到时代 什么叫对等奖金 你自己推荐的朋友 再去推荐朋友的时候 假设你自己的小区分数 达到300分 这个时候你叫做银级 你可以领到第一代 第一成 也叫第一成 一般我们比较不要 不再谈代数 我们讲成数 就是你自己的轻推 都统称叫第一成 轻推的轻推就是第二成 那可以享有他的10% 假设我的碰局收入 我是领100美金 那个我的推荐人 就可以领到我的10万 我是100万 他就可以领到我的10万 依此类推 第二成呢 他就可以领到5万 就是都以100万为单位的话 就这样子依此类推 这个叫照表操课 记不清楚没关系 表哥拿出来对一下就行了 再来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叫做除金箱的收入 又叫市场收入 它是依据碰局收入的1% 只要你有缴我们的订阅方案 你是我们的忠诚顾客 持续有缴一年以上 在年终 就是一年到了以后 这个所谓的年终 不是12个月 而是如果我是5月加入的 到隔年的4月30号截止 这个时候叫做一年的终疗 这个时候在5月份 你就可以把这个TVC的1% 拿回去了 我记得去年我是领了1700美金左右 所以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就是公司多发的 多发的这个除金箱的收益 当然还有一份叫金砖分红 那金砖分红呢 重点在复制TV 所以当你介绍了左区的A跟B的 你在这个绿色箭头的这个位置 当然这是属于左区的人 你介绍了A朋友 介绍A1 A2 把两个分数相加重来除以300 这个就是你金砖分红的金额 但是以90天内 你介绍了这个朋友 他90天内完成TV 你才可以增加这一份新的 就是多的这个分认 所以大家要赶快把这么棒的好消息 来告诉你的朋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升级 让我成为所谓的尊人会员呢 过去我们都是属于手表 就是我们的科技产业进来的人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采买这一套就好了 就是去升级为220块美金的 那这220块美金的里面 这有一个盒子 大家有没有看见 那天有个伙伴问我说 哇这个维唐仙一盒怎么这么贵 不是的哦 不要误会了 一盒维唐仙价值是120块 另外有一个VivoPay的表带 跟他的card 就是未来你用在这个 所谓的VivoPay 就是拿去做支付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这两个加起来 是220块美金 如果你有升等这个套组的时候 你就成为我们的尊人 我们来想看看 我们如何成为聚众资源的奖励 聚众资源指的是VivoPay 跟VivoToken的部分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VivoPay 它是怎么算的 当你的朋友到任何的商家 任何的商家 是采用VivoPay来做支付的时候 如果他有购买100美金 VivoPay就是跟这个 mastercard合作的商家 他有购买100美金 你就可以得到10分 你的伙伴购买 你就可以得到10分 那一天我到新竹 跟你的伙伴到这个 斯肯幼木去购买了家具 我们花了八九万块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八九万的台币 你假设用30来兑换的话 大概就是2500块美金 这个时候他就会贡献 250分哦 那250分 这个分数就会入组织 所以最少你就一定要买10块 假设你的这个朋友 他只是刷了也许是9块美金 8块7块通通没给分 10块就会给1分 因为公司不可能给你0.5分嘛 好 那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来你的左区 我们来举例子 左区有一千个 VivoPay的一个交易 假设每一个人 刚刚讲了 他们是买100美金的 那有一千次的一个交易 像我们这个有一个 有一个李爱买 我是张爱买 那你看看 来 当产生这个每一个 100次就产生10个SV 那他就会产生1万的SV 假设你左区的人 但是他重点是 他不限于只是购买 Vivo的产品 也许是购买iPhone 也许是购买电视机 电冰箱 电锅 通通都可以 到任何的商家 有跟Mastercard合作的都可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就是厉害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VivoPay 跟NinePay ApplePay不一样 一般的NinePay ApplePay就是奖励我自己 他可以给我基点 透过这个基点 我可以去兑换 比较便宜的产品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不同的是 我们走的是 网络营销的方式 所以当你在这个 紫色区的这个位置 左区与右区人 在任何商家 在用VivoPay 做支付的时候 都会跟你们有关系 刚刚讲了 1万块堆1万块 每300分是一个cycle 就会产生33个cycle 对不对 那每一个cycle呢 是多少钱 是20块美金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产生 660块美金 所以有没有很恐怖 所以你要不要来参与 这个VivoPay的分润 所以这个金额 更恐怖的在这里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懂 我们到底跟别人 有什么不一样 好 另外一个叫VivoToken 那VivoToken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VivoToken就是 当你在穿戴这个数据的时候 穿戴手表的时候 你贡献的数据 公司把这个数据 卖给了商家 回馈回来的一个分润 好 每一个币 它分成两个 回馈的地方 一个是你自己 因为你穿戴了 所以你贡献了这个数据 公司把利润 回馈到你身上 另外一个是 你因为拓展组织 你帮助更多的人 你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业绩 所以公司把另外的50% 回馈在你的组织里面 那对等的 它会给你分数 分数就会一样 再回到你的组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举例 你的左区有1200的装置 在穿戴贡献数据 这个时候呢 1200个这样的装置呢 它就产生0.5的Token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600个Token产生 右区呢 也有1200个装置 也是共有0.5个Token产生 所以也是600个Token 一样刚刚讲了 300 300是一个基数 对不对 所以呢 600除以300 是不是有两个循环呢 那因为你有60个Token嘛 60个Token 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120个Token 每一个Token 目前市场的价值是0.7块美金哦 所以0.7来乘以120个Token 所以你每天就会增加75600块 哇 这个钱耶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说戴手表也会有钱 所以你要不要把你的伙伴服务好 一定要把他们服务好哦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你要不要去宣扬FIFO Pay 给你带来的价值呢 一定要的哦 所以你看看 现在说实在的啦 现在整个台湾的全球的大环境 都应该不是那么的好吧 所以通过膨胀的结果 其实每一个人的荷包都缩水了 假设我们每天可以增加个 甚至于每个月啦 每个月我们可以增加个几万块的收入 你觉得好不好呢 是不是很棒呢 老板不加薪就自己加吧 好 那为什么呢 这个数据我们是这么样的一个有价值 因为我们现在跟非常多的数据银行合作 比如说上海的健康医学院 比如说这个爱尔兰的都国林三合医学院 甚至于麻省理工学院 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富士康集团 我们跟他们一起合作收集健康大数据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数据银行了 所以为什么老板敢信志勃勃的说 未来五年我们绝对是全球最具创新与影响力的公司之一了 所以你们要了解为什么老板敢夸下海口 到底原因在哪里了 OK 我们每个月都超过两千万笔的数据进来 当人数在增加的时候 相对的这个数据量也会增加 重点数据没有原物料成本的问题 而它的价值却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我们是最大的数据平台了 所以让大家自己公司更清楚更了解 你的底气才会够讲出去的话 才会是有力量的 好我们的每个礼拜一都会执行所有的奖励 我们的结算的时间呢 就是每个礼拜天的晚上11点59分 所以也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是每个礼拜一执行 把你所有的奖励会到你的电子钱包当中 如果礼拜一公司电脑还在跑 请你耐心耐心等待一下下 好我想刚刚讲了这么多 你可能也还混乱对不对 没关系 请你把这一张图表把它做一个截图 因为它是最清楚的 最简单的 让你能看清楚 好这个就是刚刚我前面提到的 如果你是科技产业 你就买一个微堂仙 如果你是健康产业 你就买一个Wear Pay 如果你想要得到聚众资源 请你一定要升等成为我们的部落的资格 同时你要完成TD 每个月都要订购 也许是110V 也许是120SV的Wear Pay 或者是微堂仙都可以的 那你怎么样成为部落资格呢 很简单 你只要在1月7号以前购买股票套组 那当然就直接升级了 如果你过去是小股东 也就是你是购买一只手环的人 你就必须要购买1000SV以上的产品哦 如果你是大股东 也就是过去你是购买900SV进来的人 你只要在1月7号以前升等220的那个 微堂仙的套组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4月15就是过去 4月15号到12月9号之间进来的伙伴们 你已经累积到1000SV了 你就自动升等成部落资格 这个其实在后台都是看得见的 如果你看不懂没关系 请你上头的领导来做资源 这样子好吗 如果你是大股东就记得升等咯 所以一直在喊大家要升等升等升等 不要让你的权利睡着咯 如果你想要得到股票 真的很简单 公司1月1号就上市了 不管你是买手表送股票 或者是你想买股票送手环 都OK 因为你都是赚的 你绝对不会赔 你也不用去担心这个股票会升值 还是会贬值 除非公司倒闭 你看像苹果的股票刚上市的时候 一股也才2块钱 你看现在苹果股价多少钱 就像你就算是投资了这一个这个套组 你也把手表拿回去不是吗 所以你根本不用去担心股票叫做多的 最好他现在的股价越低越好 因为股价低代表未来你拿到的股票会多 如果股价高 那代表你的股票拿到的就少 所以这是相对应的 那如果你自己你自己购买 你想要拿到这个股票很简单 第一个我就是自己购买套组 第二个呢就是你购买就会有了 不管是新旧伙伴通通都有 那你也不用什么订阅方案 因为第一个月就有送你激活的方案 所以你不用再添购 所谓的100块或者是120块的 这样的订阅方案了 如果你现在是推荐人而你想要拿到伙伴 他购买的套组的时候所产生的股票 那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 你要升等成为部落资格 同时你要完成TB TB就是左一个右一个 而且你要购买订阅方案 这个时候你才可以领取伙伴 他购买的时候你是推荐人 你也可以拿到等值的股票 那就是限购10组 什么叫限购10组呢 比如说你推荐的伙伴 伙伴呢你的伙伴 轻推伙伴哦 已经购买了8组了 你只能买2组 如果你的轻微伙伴呢 他购买了这个10组了 就是你自己买是一定有的啦 反正总数就是10组就对了 不管怎么搭配就是10组 好那股票怎么发来 我们现在送股票那怎么发呢 常有人问那股票怎么算 来我们只要所有新注册的伙伴们 你只要购买套组 公司股票的就是等值的股票的发放 他是以股票会在6月的时候发配股票 他依照发放股票的前30天 也就是5月1号到5月30号 5月大 所以是31号往前推 是5月2号到31号的平均股价来做发放的 来做发放 所以这样子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哦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是新伙伴 就是直接这个套组了 在台湾的伙伴们 现在就是直接这个套组 因为唯唐仙的伙伴 现在后台是不能采买的 除非你已经是TB的资格了 那你想要深等 你想要拥有这个所谓的科技产业 与健康产业的两个事业体 那你就可以购买这个所谓的 这个唯唐仙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套组 就这个套组 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你现在的状态 能够买什么样的套组 不能买的原则上 后台都不会显示 所以你打开你的后台 假设没有选项 就代表你现在是不能够买这项产品的 这样理解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了 机会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现在是2019年 马上要跨入2020年 公司正要开始 现在才要开始 从我们过去一年多来 从手环到DNA 到客制化的营养包 在9月份的时候 FIFO Token 在12月的时候 FIFO Pay 所以公司呢 在这个短短的一年里面 所有的承诺都一一兑现了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公司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决胜未来10年的造力商机 就在这里了 好 那我们要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FIFO 将要直击下一个APPLE 我们是有条件的 我想上头所讲的零零种种 我相信未来大家都会是一个有财富的人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辛苦是难免的 在你未来成就以后 也不要忘了 当你有行善的力量的时候 不应推辞 当向应得的人施行 我们希望透过FIFO这样的一个生意 能够行善天下 帮助更多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让我们这个全世界都能够更美好 所以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 你们准备好了 公司准备好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一起go go go 在FIFO里面翻转我们的人生 好 我现在把棒子交给我今的主持人 Look 感谢观看